大家好 我是康小君 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样用webpaint 网上的画笔 用了这个画笔的话 我们不需要用apple pencil还是任何的笔 就可以用了 那这是在Chrome上面 可以找到的一个外挂程式 你要是去web的网站 网上的应用站上面 去查这个webpaint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网址 它问你要不要安装 你就说yes add extension 把它加入 假如你看到这个画面的话 表示我要安装这个webpaint了 安装好了以后 这边就会出现 你要是按照按那个原来的那个网址 再按的话 它就问你是不是要把它清除了 remove就是清除 那表示呢 我们已经安装好了 马上就可以用了 在用以前呢 我们把这个extension 就是外挂程式的整理的 这个小工具打开 去找到这个webpaint 它是按照ABCD牌的 所以这个webpaint是在下面 那要把它盯住 你要是没有变成蓝色的话 表示它不会显现出来的 你要把它盯住 ping盯住 盯好了以后 它会出现在你的这个网址 网站这些工具上面 那我会把它把它拖到前面 就是用你的滑鼠把它拉到前面 你看我常用 所以把它拉到前面来了 拉好了以后 你就可以开任何的网页 你想要用来上课来用的话 不管是这个google form 还是google slide 还是任何的网页 你要用的时候都可以用 好 那我们就按这个小笔 打开了以后 它的工具就显示出来了 那它的工具呢 我们可以把它改变颜色 你可以看到我原来是蓝色的 我把它改成这样 pink 我可以用拉这个 拉这个圆圈 就可以改变颜色 也可以拉这个size 就是笔的粗细大小 可以按按按拉这个 拉这个就可以看到它的粗细 除了画画以外呢 还可以照相 你按它的网页 这一页 它就给你照相了 那我就把它照相以后贴下来 那我们要怎么样把它清除呢 就是按这个小扫把 一按下 就会把这些所有乱画的 马上清掉 这个工具是我们老师上课用的 不是给学生乱画的 是给老师上课用的 那比方说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学生打开他们的小白板 我就可以用这个笔来画出来 这位同学怎么还没有教呢 这位同学他写的这个句子 对不对呢 可以把它告诉每一个 可以用这个画笔 可以写给他看 这个是怎么样写的 这个字写错的 这个文法错误 你就可以用这个画笔来告诉他 告诉他这个圈选出来 那也可以呢 加入这个圈圈 比方说我加一个这个圈圈 引起学生注意说 哎你要注意看啊 这个是什么啊 你可以用 加这边这个圈圈的 那也可以打字 不过很抱歉 这个只能够打英文的 他没有支援中文的 也许以后会支援中文 可是现在没有支援中文 你要说哎 这个是比例表 比例是要这样的比哦 你要这样说 你可以打个中文字 可以打个英文字 不是中文字 讲错了 那我们这样介绍 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呢 我们要关掉的时候呢 按这个 按这个 往这边去的 就表示说关闭 这就是怎么样用了 谢谢 谢谢